1960年4月,新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建成蓄水,造就了今日飞升中外的浙江千岛湖风景区,然而,千岛湖真正的风景并不在水上,而是在水下。 谁曾想到,碧波浩瀚的千岛湖湖水之下,竟然悄悄潜伏着两座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他们在浸水深流的湖底已经沉没了半个多世纪,53年后,一项水下探秘活动举国震惊,由中央电视台与浙江卫视联合打造的千岛湖水下古城探秘直播,在全国观众的一片惊呼声中,将两座千年古城的神秘面衫慢慢揭开。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淳安古城里的鹤城,早在公元2008年就已经有历史了,另一座诗城,位于遂安县城北部的五诗山,他们都曾是兴安江畔,挥商商路的中间枢纽。 传统的灰式建筑,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骚客曾来过这里,领略秀丽的自然风光,感叹城内多处名圣古迹。 只不过在1959年,当时为了建造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西安江水电站,陈安、岁安两座县城,以及1377个村庄,30余万亩粮田,和属无清的民房和古建筑,悄然沉没在千岛湖底,还有超过29万人从这里被迫离开。 看到这儿,可能就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在这里建水电站呢? 西安江从源头安徽屯西,到浙江的紫荆滩,仅仅100公里的距离,地形落差却高达100米,行船十分困难。 当地曾流传有,下滩容易,上滩难,行舟到此,心胆寒的说法。 而这样的地形在水利专家眼里,却是最适合修建水电站的地点,因为高达百米的天然水位落差, 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很难找到这样优良的地形。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非常重视电力建设,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必须要有电力。 当时,煤炭、石油产量不高,能源缺乏,火力发电能力有限。 为了解决华东的电力困难,首推建设水利发电站。 而适合建水电站的西安江,是距离上海这个大都市最近的水域。 如果西安江水电站一旦建成,每年能发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能够近距离而快捷地将电力输送到上海、杭州、宁波、河肥、南京等大城市,解决华东用电问题。 1960年4月,西安江水电站建成发电。 建成后,水电的比例占到了浙江全省发电量的67%,代价就是湖水淹没了县城、村庄、河道和数不清的美景,换来一个超过982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泊,千岛湖。 1959年,西安江大坝河龙蓄水。 年仅24岁,土生土长在鹤城的云年春,跟随单位一起迁到了当时的牌领,也就是现在的千岛湖镇。 他现在住在千岛湖镇行港路老旧的房子里,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当年的库区移民。 在窄色昏暗的房间里,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身材矮小,头发花白,却精神绝朔,言语中洋溢着自信和热情。 他在当地有口皆碑,因为他用自己的画笔,把没入水下的两座古城,狮城和鹤城一一搬上岸。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位普通退休职工生命的全部几乎就数量地制作狮城和鹤城的城区复原图。 约三米长一米宽的卷轴地图,制作工整和精美,古城前方江水缠缠,古城背后群山巍峨,城内街道整齐,店铺林立,大道县政府,小道河里漂浮的船墨,路边巨大的张树都一目了然。 在每座建筑物旁还著名它的历史,并配有图例,历史严格,名胜古迹等说明。 更让人惊讶的是,每一户家庭都注明了门牌号码,边上写着该家庭户主的姓名。 这位可敬的老人,做了一个政府管理部门,都不见得能够完成的浩大工程。 2019年,是西安江水库蓄水60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云年春将手绘的威平、港口、茶园三座水下古城图送至县图书馆,以最诚挚的行动,向祖国七十华旦献礼。 云年春说,他画这些古城古镇的图,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能记住一指相仇, 更希望能激励人们不忘初心,建设更加美丽富饶的家园。 所以,在他最新完成的三幅古镇示意图中,每张图中他都特地画上了七十条船,祝福新中国七十华旦,风正扬帆,谱新天。 一笔一笔,云年春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当地的同代人,浑淫梦系的水底故乡。 还有一大群通过各种方法,还原古城记忆的人。 像云年春一样,绘制家乡地图的人就有很多个, 怀念故土的老人徐树林,为自己的家乡撰写了微评一书。 很多迁移到外县,外省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们,都在追忆,回访,查证自己的村子,家庭,或者大移民的历史。 很多人都在搜集当年修建水电站时候的老照片,几位移民自费出资,出版了《纯安人》杂志, 共散落各地的《纯安移民》互相联系。 对于那些热爱故土,执意于寻找古城历史和移民历史的人们来说, 支撑他们坚持不懈寻根的,并不是那座躺在湖底的具体的古城, 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心底自有一座城。 直到2012年,一项狮城水下摊秘活动,引起举国轰动。 在全国观众的一片惊叹声中, 水下考古队将两座千年古城的神秘面纱慢慢揭开。 水下的狮城和鹤城,雄伟壮观,神秘迷人, 让人得以一批古代中国皇家风范。 城中的实质建筑,许多都是明清时期所建。 水下古城遗址,文物较多,城墙等建筑保存较完整, 非常有观赏价值,具有独特性、稀有性、神秘等特点。 在古诗城中,能看到城内部分民房木梁、楼梯、砖墙依然耸立,并未腐烂。 有的大宅院围墙完好无损,屋内仍是雕梁化洞, 连狮子的表情都是栩栩如生的。 用手扶去墙上的淤泥,城墙石缝里的石灰仍保存完好。 气势宏伟的拱形城门,也傲然耸立在水中,并且还能推开。 乾隆时代的城砖,明代的石碑依稀可见。 有的房屋甚至还保持着关门的状态,窗帘完整无缺, 仿佛小屋仍在静静地等候着外出的主人回家。 圣旨排放是古诗城的标志性符号, 城内据记载还有23座功德排放。 根据水下探测系统,磕甲连灯坊, 渔门三级坊,龙立坊等11座排放的具体位置也被逐一确定。 还有状元台,新安会馆,玉英堂, 方式宗祠等文物古迹的位置也被探明。 这个古城封建等级制度严明, 深受徽商和徽州文化的影响, 能功巧匠无数人文古迹很多。 据当地人回忆,当时的石城虽然不大, 但生活条件却比较优越。 因为商贸繁荣,城里有典当、 岩站、南货、京广洋货、 烟酒塘、成衣、药材、图书、 照相、染坊、灯笼、雨伞、面馆、礼发、 香牙、水果、熟食等各色商号店铺。 据史料记载,千岛湖水下的千年古城、 石城共有东门、南门、小西门、 大西门、北门五座城门。 各门之上都建有城楼, 城楼顶覆盖巨块石板, 四面弃之一砖, 两侧开拱门骑在城墙上, 城内有东街、南街、西街、北街、 直街、横街等主要街道。 没了风暴侵蚀,烈日暴晒, 人类活动侵扰, 水流和泥沙等自然力的改变相对缓慢, 时间中的某一刻, 好像被封闭起来就此凝固, 如同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一样, 尸城这颗饱含神秘与历史的胶囊, 如今仍在千岛湖中静静地沉睡。 出于安全和保护水下古城, 潜水观光是不太可能了, 于是, 这座中国的亚特兰蒂斯被复刻上岸, 2016年6月中旬, 在尸城旧址的淳安县江家镇, 完整复原了水下千年尸城的原生景象, 白墙、黑瓦呈现了当地的乡土风情和历史文化内涵, 像诗人在线, 浙西小天府的传奇生活。 这里不仅有全尸城最繁华的东大街、北大街, 甚至还在北大街在线了古尸城著名的姚氏、 功德牌坊、 珍洁牌坊等七座牌坊。 这条独特的牌坊街, 也成为真正的中国江南牌坊文化的石井博物馆。 以各个时期的形态、服饰、雕塑、古文告诉我们, 这座古城里千百年来发生的故事。 即便古尸城已长眠于水下, 它仍然有许多厚重的文化底蕴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那么,你去过千岛湖的尸城吗? 知道千岛湖背后的这段故事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